稻米是台灣最重要的糧食作物 而國人對於米食的消費也已經從吃得飽 進而轉為要吃得好也要吃得巧囉 今天的節目呢就要帶著各位觀眾朋友們 來到了嘉南平原 現在就一起來看看 這裡稻米產銷區的專業農戶們 適合生產製作出高品質的優質好米吧 一望無際的嘉南平原 因為有著最適合稻米生長的氣候與環境 因此一直有著台灣稻米之鄉的美稱 而在這片純淨的土地上 有一群快樂的農夫 他們正是電影《五米樂》的主角 也都來自當地的芳榮稻米產銷專業區 擁有悠久歷史的芳榮米廠 一直以來都在協助農民們提升稻米的品質 而在2005年成立了芳榮稻米產銷專業區 邀請農民們參與專業區契作 並加強輔導與管理 讓專業區所生產出來的稻米 一直有著良好的口碑 也成為了孕育冠軍米的搖籃哦 紫欣長請問一下 像我們芳榮米廠是在什麼時候接受政府的輔導 然後開始成立這個稻米產銷專業區的啊 我們是在民國94年接受我們農委會農糧署的輔導 然後正式成立了稻米產銷專業區 在成立稻米產銷專業區之前 為了扭轉過去農民們 另外特色吼使用的就是台梗二號 就是台南改洋廠 幫我們提供的那個品種 還有我們現在最重要的用的是生物防製法 用廢肉門來誘殺一些害蟲 因為我們有機田是不能噴灑農藥 然後最重要我們便利養鴨子 然後鴨子可以幫我們除害蟲 還有雜草金寶樓 最重要它排泄物可以當肥藥 它的那個鴨長也很大 讓我們的土壤刺激之後 往根就往下扎根 那整個效果都很好 所以這一群鴨子就等於在在地農民工作 而為了追求更好的稻米品質 方榮稻米產銷專業區 還會定期的邀請政府 主機關的稻米專家 進行指導栽培與管理技術 這個產銷專業區 我們都會定期來做 就是栽培 還有整個品質管理的一個輔導 那在整個過程裡面 我們都會定期過來看看說 它施培的狀況 或者說病虫害的發生的情形 或者是農藥要怎麼來做防治 我們就會過來看看說 你的水稻的情形是怎樣 那應該要怎麼做 那對於農民的產量可以有比較好的保障 那對於消費者呢 他們也可以吃到很安全的一個品質 除此之外 豐榮稻米產銷專業區 還擁有現代化的生產設備 另一道新的低溫冷藏桶 將稻穀進行三段式的低溫儲藏 而出貨前的稻米 更會經過毒物檢測以確保安全 也讓消費者更能安心的使用 那另外再請問一下 像我們稻米產銷專業區 它成立到現在 也不斷地在輔導我們的農民吧 那這次有沒有一些什麼樣子的成果呢 其實我們芳榮米產很幸運 我們從94年 開始成立稻米產銷專業區之後 95年 昆平北就得到了一個 全國總冠軍的榮譽 然後我們96年 也由沈建益先生 獲得了十大經典毫米 然後97年 十位的經典毫米當中 我們有兩位 一個是林金哉先生 然後一個是蕭登才先生 然後98年 也由陳淑林小姐 得到了一個 十大經典毫米的榮譽 專業區域請專家來哭 他說 國品質的米 就要怎麼管理 六三樓的米 跟國品質的不受傷 第一 一百張來時 國品質的 又沒有污染 吃得健康 安心 雞肉 乾 就是重來保重了 在芳榮稻米產銷專業區的 每一位農民 都本著吳米勒的精神 認真用心的 做好自己分內的工作 並配合專業區 以及專家的輔導 持續接受稻米新知 順天應地 飲水思源 並起愁有米勒的收穫 也讓國人們 更能認識 來自芳榮稻米產銷專業區的 優質台灣好米哦 では cours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